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鲤 今天小鲤又要带大家制作 好吃又简单的小食物制作啦 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要做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 巧克力啦 一起来看看吧 哎呀 今天好累呀 今天忙了一天 现在回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我想找点好吃的补充一下体力才行 太累了 打开冰箱 我的冰箱里有些什么呢 有汽水 罐头 草莓 这是蛋糕 牛奶 还有冰淇淋 可是我都不是特别想吃呀 我现在只想吃能补充体力的巧克力 怎么没有巧克力呀 谁把我的巧克力都吃了 可可梦 可可梦你回来啦 小鲤 是不是你把我的巧克力全都吃光了 我的巧克力怎么不见了呀 对对对对对 是我把你的巧克力全部都吃了 不过 你不用担心 我买了那个可以制作巧克力的材料 我们一起来做巧克力好不好呀 是吗 可是我好累呀 你给我做吧 我就是想吃现成的嘛 好 可可梦 你今天累了 我理解你 那你在旁边好好看我做好不好 做好了我就给你吃 对不起呀 把你的巧克力全都吃光了 嗯 好吧 好吧 没关系啦 那你给我做吧 好的 好的 可可梦你看 这就是可以制作巧克力饼干的食材哦 嗯 这么小 量是不是不够呀 嗯 这个量呢 虽然是不大 不过呢 这个饼干上呢 可以用巧克力印上 Line的布朗熊 还有可梨兔的样子哦 期不期待 应该会很漂亮的 哦 是吗 哦 好期待哦 赶快做吧 好的好的 现在就开始做 我们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 非常简单 好 非常简单 这里面有饼干 然后呢 巧克力 然后呢 就是可以印娃娃脸的一个这个塑料盒子啦 这个就是非常易于小朋友们操作的 简单制作巧克力饼干的方法 好 现在就开始吧 好 那现在就开始吧 在做之前呢 一定要记得洗手哦 因为这是真的可以吃的巧克力饼干 好 先呢 我们把巧克力饼干拆开 然后把饼干呢 放进这个里面 哦 这个饼干上面都写了 字的 LINE 什么什么 好 下面呢 就是巧克力啦 用剪刀把这个剪开 剪的时候要注意啊 要小心 手不要伤到 然后呢 我们先来做这个布朗熊 好 现在呢 把饼干放在这上面 好 就这样摁好了 然后呢 再做下一个 这里呢 有一个小黄鸡 是我们的沙粒鸡 对不对 用白巧克力 好 依然是小饼干 好 现在呢 来做 哦 这个才是布朗熊 刚刚这个呢 是迷你兔 对不对 我搞错啦 不好意思 好 我们布朗熊用黑色的巧克力 再把饼干放上 最后呢 把这两个都用完 好 最后一个饼干 好 现在呢 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十分钟之后就可以吃啦 那我们十分钟之后再来看 好啦 十分钟已经到了 可可梦 快来看 我们的巧克力饼干有没有好呢 哦 我先来 我先来看一个好吗 哦 不知道有没有好好的成型呢 哦 很不错哦 好漂亮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盘子里面 好 再看一个 不知道这个弄得好不好 沙利小黄鸡也很不错哦 看下一个 这个是布朗熊 很漂亮 很可爱 然后呢 下一个 这个也成型的非常好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小兔子 我中间的脸用了白巧克力 然后旁边的 然后用了黑色巧克力 哦 成型的很不错哦 哇 我们的巧克力饼干 就全都做好啦 非常成功 来吃一个 嗯 就吃这个 兔子好啦 来 可可梦 我骗大家 真的很好吃哦 再吃一个 今天就和我们的可可梦一起制作了 有LINE表情包的巧克力饼干 好吃又简单 大家看的有趣吗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